今天的E.T.各股推介是汇丰5号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热话组减选原因是 2022年投资主题关注受惠加息的本地银行股 美国加息预期升温 明年3月加息的几率近日升到超过六成 比起之前预期上升 摩根士丹利说 英美央行近期决策可能会加快 利好本地银行的正式差表现 股份关注汇丰 在多方面支持盈利改善的前提下 猿商普遍预料汇丰2021到2023年的 每股派息可以保持增长 彭博综合预测分别是23.8尾先 27.7尾先和33.7尾先 今后三年的预测股息率分别是4尼 4.6尼和5.6尼 目前汇丰已经是完全回补11月5日的下跌列后 以及收报46.8毫半 亦使升0.55%继续升穿下降轨 策略上可以等到45.5 本附近收集上网51元 跌穿42元就减车